在新北市的戏指有个送信的里长 他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 跟担任这个社区管委会的主委妻子是一起联手 侵占了社区管理委员费的费用大概是一百多万 还强占了公共空间 私化停车阁出售牟利 只要有居民提出了质疑就动手打人 这居民呢终于是人无可忍了 连数向警方检举 头戴安全帽的男子冲进管委会办公室 和社区委员发生争吵 过没多久几名男子随后进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这名被害者因为在开会期间 质疑社区管理费账务不清 因而被人痛欧毒打 如果有居民啊 社区的居民提出质疑的话 那都会被殴打或者是恐吓 甚至有一个人啊 因为经过恐吓而中风住院 新北市系指区一名送信里长 疑似和担任社区主委的妻子 联手侵占社区管理费 还勾结弹书和社区工程包商 强占公共空间 私化机车阁出租出售牟利 从95年至今 不法获利至少超过上百万元 这些恶行恶状啊 经过这个社区的居民 108人的连署啊 跟我们提出检举 社区居民忍无可忍联合连署 向警方检举 深入调查才发现 原来里长竟然是幕后主贤 原本应该爱民清明的里长婆 如今却成为暴力侵占的嫌疑犯 这叫李明怎么接受